11月12日,孔锤男发布致歉信称 很抱歉作为一名艺人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对此将做出深刻反省与改正 同时,孔锤男还附上了自己的体检单,否认自己染病 恳请部分网友停止对其的无端猜测及辱骂 并表示,对于非事实的任何言论发布、传播和转发 将追究责任 非凡娱乐实时